這個夜景動畫 夜景動畫你看一下 這個有搭配一點聲音 有沒有雲會斷 重景會斷 我們常常看到卡通 一直走路 一直跑完 背景就一直斷著改變 對不對 好吵 好 吵吵吵吵吵 有超速 那我們來看一下雲 這個背景 還有斑馬線都會斷 有沒有注意到 斑馬線都會斷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要怎麼做 一樣各位 你就來我們這邊打開 MASM3裡面的 移動股間動畫 你可以找到有一個叫夜景 原始檔 你可以直接打開 來看 那麼你也可以把這個 完成的檔案 打開 像我目前這邊是沒有的 你這裡有一個完成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那一隻打開 好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會跑斷了 有沒有 你看 打開了你就知道 事實上就是這樣斷而已 對啊 欸 請問 如果你要養 它如果要對退路可不可以 怎麼樣才看起來像對退路 防止往前 防止往前盪就好了 這個 往前盪的話 這框角就像對退路 就跟你做火車一樣 做火車的時候 我們看別人好像是倒退 事實上是你叫前進 你了解的意思嗎 有時候是那個視覺上的錯覺 視覺上的錯覺 所以你可以先把檔案先打開 把它打開一下 現在大家打開之後 你從夜景原始檔這邊來做 那麼等一下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有些同學 你會發現 他當有做完檔案之後 路面會比較顛簸 他就在每一個就跳一下 每一個就跳一下 你就看到要框子跳一下 框子跳一下 就代表把車子跳一下嗎 不是嗎 各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我們要做的 來 還是要 要被導持一個良好的習慣 有沒有 當土寵命名 因為 如果你要土寵命 這樣是不是一眼一目就了然了 對不對 你是哪一個塗層 有什麼東西就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這樣很偷懶 塗層一 塗層二 塗層三 那你就慢慢點 好 現在我打不必要的 我就先把它鎖起來 不用不用 車子 待會再放 我們先放房子就好了 好 先放房子 房子到這裡 有沒有 而且你可以看到你這個房子有沒有 放得特別長 跟房檔線一樣 為什麼 因為要跑過一點點時間 跑到一點點時間 所以我們畫比較長一點點 好 那你現在看到這樣的結構 就我們從低點在這裡 那麼我們假設我結束的時候在第45格 所以後面這段話是要插入關鍵影格 F6或者按右鍵插入關鍵影格 好 現在呢 我就要讓它往 你車子要前進的話 我們就是擋腳後退 所以 我就趕快往後拉 但是 我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 剛開始第一格的時候 我的房子是到這個高度 有沒有 你要特別留意這個位置 不然有的人 如果不是路面選擇的 就會怎樣 走到 一定的贏的一段時間 大錯一下再前進 大錯一下再前進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把這個做好 所以這裡是重點 那你現在能不能把它往後退 所以你想看看 如果當我 我要前進的時候 我要往後退 是我的 這個 這個位置 當然要跟它類似的 這個 而且不能一模一樣 要稍微往後 趕快會往前一點點 應該是 往 往左邊一點點 往左邊一點 因為這樣它還有一個時間 會回到這邊買 這樣才會繼續往前進 所以 好 我把它往後退 退 你找看看 這裡有沒有個類似的 有了 好 那我就前進一點點 有沒有 我剛是在這邊 左對是在前進一點點 好 現在我們來試看看 我來測試影片 沒有人理你 因為 我們沒有打 補肩動畫做起來 有沒有 這個跟我們實際不一樣 按右鍵 就叫建立常常補肩動畫 嗯 好 對了 萬一你們類型不對的話 怎麼辦 我們剛剛講 他這個最成功是這個相關 可是 如果萬一失敗的時候 你看他 比如說我問這個 這個 如果你用這個 來做 補肩動畫 你到底我要做這個 這樣 看起來好像有做完整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是失敗的 所有的失敗是說 你看 他會自動幫我們轉成 有沒有 圖像 對不對 而且 順便講一下好了 你們 如果開始有在 用 很多人常常會出現這個 有沒有 補肩動畫 補肩動畫 一補肩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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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開的困擺裡面沒有這個 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嗎 因為這叫門單 門不對 戶不對 沒有門單 戶對就對了 也就是我們要做動畫的時候 他必須要怎麼樣 那個類型是對的 你看 今天我開一個新的 家具看的 今天如果我用這個做 這個 是不是形象 我們再確認一下 真的是形象對不對 有沒有 是形象 如果你是形象的 你要做補肩動畫 麻煩你 做的就是形象補肩動畫 所以你看這裡有沒有 這不會產生 可是相對的 如果你做錯的 這個 你只能用這個 傳統補肩動畫 那他只好怎樣 如你所願 可是呢 他會知道麻煩你產生 有沒有 然後他必須要長成群組或元件 常在做 移動補肩動畫 這樣了解的話 所以 雖然你沒有做 但是 他會知道麻煩你產生 所以不要想說這個 散掉就沒事了 因為不是你做的 如果你散掉了 你的散掉就不見了 有沒有 他就開始哭啊 電區線 很虛 沒有力氣 這樣就表示 你的這個動畫 過程是失敗的 這樣了解了 那當然 如果你一個圖索 裡面有多個物件 你也會失敗 也會失敗 所以這邊是公共提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成功 有沒有他比較棒 看起來還 欸欸 你有沒有看到 看到桑子有退一下嗎 再注意一下 快注意左小邊 快注意左小邊 我們還要打開 這台車要怪怪 怎麼會走一段就退一下 走一段就退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在做分的時候 是不是最後一斗會回到第一斗去 所以你要做分第一斗的位置要怎麼樣 需要再調整一下 那有一個人會CLAY一下的是什麼原因 對啊 會編迫的 那個原因就是 他在坐這裡的時候 高低不一樣 高低不一樣 就是那個 我剛剛移動的時候 我就按住SHIP的水平移動 你如果是A1打得比較高 還是他的位置是在這邊 有沒有 這樣你就跳一下 那個畫面就跳得更大 這樣就很奇怪 所以這個是等於說 SHIP本身 你看我們一直強調他的特徑就是什麼 從頭一直不大尾 是不是45格 到時候他45格 是不是要回來第一格 所以45格的畫面 應該是第一格畫面的 再沉迷一點點 這樣我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說 你移動的時候 應該要比我們第一格的時候 這個位置還要怎麼樣 因為我實際上是往這邊幹嘛 他的前面一點 是不是在往後推一點點 是要往後推一點點 比如說在這裡 那他的往前 第45格之後 回到第一格 是不是就在這邊 看清楚那個概念 給你玩看看 你那個 長期就是這樣 斑馬遜也是一樣 斑馬遜也是常理可證 所以先給你自己玩看看好不好 所以當然練習完了之後 你現在就會發現 原來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有些東西 那你要檢查 到底該怎麼檢查比較好 其實你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你如果在做檢查的時候 第一個 你這樣測試影片沒有錯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打開 叫頻寬設定 因為你這樣 你把這個檢查都在第幾格 對不對 所以你眼睛都一直盯著 那如果你打開這個 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現在已經看到 就來注意這裡 有沒有 當然你不用放在最大 放在最大 會看到外面 因為 當我們在測試影片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大小 這是什麼 這是你最後輸出的影片的大小 你會看到最大 然後連外面那個都看到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先檢查一下這個 那你就可以比較清楚 它現在播到第幾格 在留意這個 的變化 那麼 如果你已經發現有變化了 有不對的地方 怎麼去做調整 這裡 你就找一個面板出來 我們在這邊 有一個叫做 變形 或者資訊 都可以 把資訊 你找資訊 好 你看一下 我現在第一格 請問 所有框高 當然就是一樣 有沒有一個A角跟Y角 對不對 A角跟Y角的距離 如果我有高低的 是不是Y角會不一樣 A角有變滿 這是一定的 對不對 因為是水平移動 所以你看我點到這邊 好 最後一格 再來點到框 有沒有發現這個數值 223.7 這也是223.7 所以我可以確定 我的是沒有變的 這是我的大度是沒有變的 這樣了解了 如果沒有變的 你要在這數值打入 就好 這樣清楚了 這個是 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個資訊的面板 你還是可以用的